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台州不少道路更是在短短几分钟内被冰雹覆盖 据台州气象部门表示 最大的冰雹直径达到3.3厘米 几乎相当于乒乓球直径 春天里复杂多变的天气 让从高空落下的冰六色 冰雹成为了引发一系列商人事件的元凶 那么高空落下的冰究竟会给人们带来怎样的安全隐患 而我们又需要怎样防范才是最有效的呢 本期节目《原来如此》的验证者宁元和王楠 将带领大家对这些问题一探究竟 原来如此的验证者宁元和王楠 在众多天降冰雹斯 冰雹等坠冰的商人事件进行分析之后 决定用实验来探究一下高空坠冰对地面人和雾的伤害程度 但是到哪里才能找到许多做实验所需的冰雹斯呢 而冰雹也是很难遇到的天气现象 要找到冰雹就更不可能了 最终他们决定就在实验室里自己制作实验所需的冰 这样他们才能够进行一系列高空坠冰的现场实验 冰雹斯也叫做倒挂冰零 它的产生都与气温昼夜温差大有关 白天太阳直射的地方气温高于零度 积雪就会开始融化 等融化的血水流淌到屋檐下 遇到夜间气温下降到零度一下时 滴下的水就会结成冰 从而形成锥寝的冰雳斯 就等你了 好 好 好 怎么样了呀 就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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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弄啊您准备 怎么弄啊 你看这是硅胶 做用硅胶膜啊 对啊 这不行这个 这做出来太慢 该做一个 是 这个挺快的我跟你说 这是我还有个塑干溶剂 固化剂 来吧 来吧 要制作一个锥形的冰 宁元首先想到的方法 是用一个锥形的木棍 放入到用硅胶和固化剂 调和之后的原料里 因为硅胶具有液体的属性 原料会在锥形木棍上 形成一层较厚的膜 等到原料完全固化 将膜从木锥剥离 就得到了制作冰锥的模具 向里面倒水 再放入冰箱冷冻 锥形的冰六色 就可以制作出来了 这个我跟你说 磨刀布砍材工 稍微准备的时间 可能时间长了 但是 真做下就快了 有点激动 这对上去可就干得快了 对对对 好赶快搅 我给你说你要拿这个 当那个什么的话 你就拿这个搅吧 这个来得快 等会我再拿 再给你来一个吧 好 我去怎么弄啊这个 你现在这怎么办 这个给它拿着 我拿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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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啊 好 一个了 时间太长了会 你看你一碰 你又碰壁了 你这碰 不能碰壁 你看 这是凝固了 什么凝固 我跟你说 想象这不行 这个 你别看这形状 我这做完了以后 这个里边这模子 像咱说冰溜的 但是你没发现 这模子要做完以后 如果它漏了 你搁水的时候 它就会冻成 是是 你要漏的话 装不了水 没法当模子用 我跟你说不行 你还咱啊 赶紧吧 收了 还是找现成的吧 现成 你这 你这几 这都几月份 你找现成的 你说找现成的 你不能 你不能用这个 这个你做的不靠谱 太慢了 这稍微一碰破 虽然硅胶固化后 可以满足冰溜子 锥形的形状条件 但实际制作来看 验证者们发现 硅胶本身 很容易被穿破 这种制冰方法 会使硅胶模具中的水 结成冰后 将模具刺穿 那么复制更多冰溜子的任务 将无法完成 所以验证者们准备 换个方法再次尝试 好 假装这个就是冰溜子的溶液 这形状还是挺像的 这样啊 用裱花袋和液氮的组合 制作冰溜子 是利用约零下197度的 液氮的低温极度效果 使装在塑料裱花袋里的水 迅速凝结成冰 这样既不会破坏冰的圆锥形状 也可以加快制冰速度 这个想法似乎很不错 它别尝试 心意尝试不了 慢一点 慢一点 听听的声 好 你觉得这割里边疼吗 来 来 来 我觉得马上就成 诶 看看 这都成 这不行 为什么呀 等会儿 你多等一会儿 看啊 你看它只有一个冰壳 你知道为什么呢 这跟咱们天然形成的冰溜 都是不一样 因为它这个液氮虽然非常凉 但它是外界凉 它是从外边万里 由外集里的这个温度变化 它其实里边的水 并没有变化 只是外边变化 你说到这儿 我想起来 冰溜的 它是怎么形成的 它是一丁一丁 对 水慢慢冻起来的 所以它应该 首先有一个外部环境 冰溜寺的形成 和我们冰箱冻冻块不同 当屋顶的雪越堆越高时 底部的雪因为受热 受压就会融化 这时候 雪水便会沿着屋檐往下流 如果温度降低 雪水会凝结成冰柱 经过不断反复的凝结 小冰柱就慢慢变成大冰柱 也就形成锥形的冰溜子 而当裱花袋里的水 瞬间接触到 约零下196度的低温液氮时 靠近裱花袋表面的水 会瞬间结冰 而内部的水 若要结冰 却需要很长时间的温度渗透 才能凝结 而在验证者们 制造冰溜子的过程中 使用这样的做法 不仅液态氮挥发快 冰溜子形成的也慢 要为之后高空坠冰的实验 准备大量的冰 这个制冰方法就显得太慢了 用液氮和裱花袋制作冰溜子 只好宣告失败 我觉得咱们这东西搞得不错 但是你用液氮不行 还得找一个冰箱洞 冰箱洞 对 你说到这 这个水你看 这有气泡看起来 对 而且不能用自来水 不能用自来水 你忘了咱们小时候 用自来水炖冰溜块 它里头都会有气泡 因为这里头含有氯 对 咱们应该用做开了的开水 或者纯净水 对 纯净水 你才没开做可以 这种天然形成的冰密度十分高 它在形成的过程中没有气泡 每个水分子都紧灭连结 水在结冰之后成为固体 完全失去了水柔软的粉性 而我们平时使用的自来水中 还有用来消毒的氯气 如果自来水直接作为作冰原料 在冷冻过程中 水中的氯气会在冰中 形成一个个小气泡 这些气泡就会使冰分子间存在空气 这样冻出来的冰的密度 也就不能等重于天然形成的冰了 所以验证者决定把水烧开去除氯气 用无气泡的纯净水制作冰溜水 验证者们为了得到最贴近自然界中冰溜水密度的冰锥 再次改进了制冰方案 他们首先对塑料裱花袋进行了加工 修改到了合适的尺寸 其次使用开水放凉得到的纯净水灌注 在制作了可以悬挂多个冰溜子的支架 最终把注满水的塑料裱花袋们 放入一个最低能达到零下80度的实验用冰浆内冷冻 四个小时之后 惊艳的冰溜子终于成功做好了 诶 聂尔 你看这行吗 我觉得可以 那咱们就大量的做累了吧 行 走走走 感谢您关注原来如此 在观看节目的同时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参与我们的互动 答的问题可能就有奖品送给的人 2014年2月12日晚8点左右 南京秦淮区健康路一路公交站出口 市民韩师傅准备等车时 不料被一块从天而降的冰块砸中手部 旁边另一位保洁员也不幸被砸中脚部 而据和他一起等车的家人称 如果当时韩先生再往前走一步 砸中的就是他的头 每到初春的季节 伴随着气温的回升 不少居民频频受到天降冰块的惊吓 因为气温的变化 冰雹冰溜子坠落伤人 甚至致人死亡事件 在这个时候更是时有发生 而其中兵溜子则是存在于建筑物最常见的房盐 管道空调周围 它们不一定高 却普遍悬挂在居民房屋的窗边 那么这些兵如果不慎落下 会发生危险 新闻事件中 许多杂伤人的兵溜子 都是从很高的楼层落下 但是有人说 低处坠下来的兵溜子 不会对人和物产生危害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原来如此的验证者来到朝阳区公安消防支队 奥林匹克公园中队 准备在这里进行高空坠冰溜子的现场实验 为了得知居民楼上坠下的兵溜子 会给地面的人或物造成怎样的危害 原来如此的验证者们 用自己制作的兵溜子作为实验道具 准备在消防训练楼上 做坠兵溜子的实验 这个训练楼有六层 并且每一层都有窗户 是消防官兵们模拟居民楼失火时训练所用的 而这也正好满足了我们模拟居民楼 坠兵事件的实验要求 大概从三层来 然后大概可能得有二十米 十米 十米左右 十米三层 六层就有二十米左右 这个实验地点非常便于验证者 选择不同高度的楼层 对冰溜子坠落后 对地面物体的伤害程度进行验证 一会儿这样 我刚才在底下的时候 找了一个篱笆的肺围栏 然后把它固定在这个位置 固定在这个位置 再扔冰的时候 就从这个尖这个位置松手 这样的话每次能够保证 它的相对位置是一样的 即使稍微有一点风 那么它最后落到地上的位置 差的不会太多 所以我就靠这个 来一会儿扔冰的时候 能保证大概在一个位置 在做实验之前 为了安全起见 王楠和工作人员 一起进行了现场复制 我觉得你要是上去 你还真是得穿着脸 这次实验 验证者宁元首先选择在三层楼 大约八米的高度 做追冰实验 那么仅仅八米高度的 建筑物边缘悬挂的冰柳子 一旦掉过 是否会对地面的人或物造成损害呢 为了感受三层楼坠下的冰 实际砸在人身上的威力 验证者首先用外皮 有一定厚度的柚子 作为贝色物体 三楼坠下的冰柚子会对地面物体造成怎样的痛苦呢 实验马上开始 三二一走 通过实验我们看到冰柳子从八米高的三层楼防处下落 在砸到地面柚子的瞬间 就是柚子表面出现了一个拇指大的洞 从高速摄像机拍摄的影像来看 冰柳子在垂直下落的一瞬间并没有保持冰尖向下 而是粗大的冰柳子后部砸到了柚子 但当它落到柚子表面时 柚子立刻就被砸坏了 你想想冰柳子从上面掉下来 肯定砸着脑袋或者肩膀 对对对对 它都是硬的 它不是像柚子那样这么厚一层的泡沫这种 坎林那种质感的皮 它没有缓冲 咱这样咱不行用甲人 咱直接拿甲人试吧 对行 接下来验证者们决定用模拟甲人进行实验 这一次他们选用的甲人 虽然身体为塑料之地 但其头部由一种较为厚实 且富有一定弹性的塑胶做成 比一般的塑料甲人的头部 更接近真实的头皮质地 那么这一次 从三层楼高度坠下的冰柳子 会对它造成怎样的危害呢 我在楼下准备了三个这样的小土块 一会儿在扔冰之前 因为甲人是新放的位置 所以我先拿土块往下扔一下 先确定一下位置 然后再扔冰 冰柳子杂种人有一定几率 为了保证自制的冰柳子命中目标 验证者用土块对甲人进行瞄准 三二一走 别扔啊 我再扔一个 我再扔一个 现在可能有点疯 我再扔两个吧 咱三个找一个折中 你先扔一个我看一下 你再扔一个我看一下 你再扔一个我看一下 往前挪一眼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再扔一个我看 我再扔一个 看不到啊 先凉啊这个 我觉得啊 这个假人的硬度应该比跟它的柚子要硬 可能扔下来 它不会有什么损伤的 不过这只是三楼 正好 好了 大家如何慢点 太危险了 有点近 这边见到点 准备扔啊 准备啊 好 高速准备好了吗 3 2 1 走 怎么偏厚 这个尘可能刚才那个土壳被吹风吹了 往这往后一点 但是那个力量是很大的 我能改一个 第一次扔冰六次实验 没打住 好 刚才一个小失误 3 2 1 从高速摄像机拍摄到的画面 我们看到 假人头部在与坠冰接触的一瞬间 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凹陷 想一想 如果这是一个真人 那么仅仅是从三层坠下的冰六次 就有可能对你的头部和脊柱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所以从建筑物低层高度坠下的冰六次 同样也会对人造成不可预知的伤害 不要以为挂在低处楼层的冰六次就可以不用防范 其实他们同样威胁 验证者们发现 当水变成冰之后 其硬度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从三层楼坠下的冰六次根本没有破碎 而被砸中的假人却身受益处 可以想象 如果砸中了真人 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通过实验验证者们对从低空落下的冰六次 对地面人或物的伤害有了具体的认识 他们决定接下来 要对从更高高度落下来的冰六次 给地面的人和物体的危害进行实验验证 这次验证者们决定选择在六层楼上 大约20米的高度进行实验 好 准备 三 二 一 走 好 准备 三 二 一 走 就穿这么一点 三 二 一 好 准备 三 二 一 走 没睡对不对 没睡 由于高度升高 地面物体变得相对很难瞄准 验证者反复用冰块进行六层楼高度的坠冰实验 但没有一块冰能够准确地砸中地面的目标假人 网南 现在有一个问题啊 冰六子现在只剩两个了 就剩俩了 那你扔准点啊 我也想啊 等会儿吧再试试 三 二 一 走 眼看只剩下最后一个自制冰六子 检查所有人都为宁元捏了一把汗 如果这次再无法完成砸中假人的实验动作 那么验证者们将无法继续进行高空坠冰的实验了 三 二 一 最后一个自制冰六子也没能砸中假人 看来想要完成砸中假人的实验动作实在很困难 实验失败 验证者们又要怎样继续进行实验呢 不是正中你怎么砸的 我一箱冰六子扔完了 你想十根里面一根都没砸着 看来由于高度甚高 验证者们从六层楼高的距离进行坠冰实验 要想准确击中地面的目标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所以他们要进行高空坠落冰六子破坏力验证实验 不仅需要提高坠冰下落击中地面物体的精准度 还必须到更高的楼层进行坠冰实验才行 可是要真的到居民区中的超高层建筑物上去做实验 就太危险 对路人也很不安全 而从二十多层楼的高度做坠冰实验 地面的目标将会变得更小 而想让冰六子砸中地面指定的物体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能很好地模拟出超高层建筑上 坠落冰六子的速度呢 要我说是实验有两个B砖 咱这个一直没迈过去 一个是速度 速度不够快 高度不够高 再一个呢 就是他这个人的这个头 在上面看着太费劲 面积太小 面积太小 咱们如果速度又能快 然后底下的面积又能够大一点 做个皮质的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个实验应该行 你要这么说呀 我有一个方法 就是在你增加这个面积的条件下 提高速度 还能提高准确率 都在去 高空下落的物体是一种自由落体的状态 高空坠冰也是一样 冰在下落过程中 在重力加速度的影响下 会受到重力和阻力两个力的作用 当这两个力在下落过程中相等时 冰下落的速度将会保持一个恒定的速度 直到落地 所以为了能够模拟出高空坠下的冰 临近地面时的速度 王南想到了用弓箭发射自制冰6子的方法 这样验证者们用弓箭发射出 不同速度的自制冰6子 就可以模拟或接近不同高度坠落的冰 临近地面时的恒定速度 发射出去的自制冰6子的速度加快 就能模拟出更高高度坠落的冰的速度 当射出的自制冰6子遇到不同的物体时 也就可以验证出不同高度坠落的冰 对地面物体的损害程度了 为了使冰能够被箭发射出去 验证者们提前做好了五支带冰头的箭 准备在射箭管里进行模拟冰6子 坠落的射箭转换实验 箭的种类很多 而王南惯用的这一箭 射出的速度为每秒38米 相当于以每小时136千米飞驰的汽车的速度 经过计算 冰以这个速度发射出去 相当于冰6子从24层楼高度 也就是约73米的高空坠落临近地面时的速度 那么这样高度坠落的冰6子会对地面上的人和物造成怎样的伤害呢 用弓箭射冰6子的想法能够顺利实现吗 虽然王南曾经受过短时间的射箭培训 但对于使用冰箭能否准确射中目标这件事 宁愿还是很怀疑 他不想浪费好不容易才制作好的5支冰箭 为了能够看到射箭模拟出来的24层楼坠下的冰6子 对人体组织的伤害 验证者们这一次除了放置假人一般 还在假人胸前放置了猪肉来模拟人体材质 由于猪皮材质太厚 验证者们费了很大的劲都没能把肉抬开 为了方便猪肉挂在假人身上 他们决定用箭在猪肉上射两个洞 实验道具准备完毕 模拟高空坠落冰6次的冰箭转换实验 可以顺利实现吗 假人会被弓箭模拟出来的24层楼坠落的冰6子击中吗 为了保证一次成功 不浪费每一支冰箭 王楠反复瞄准确保自己的准心没有偏差 射了啊 不一样 对 它这个重量 你刚才你可能对这个箭头预判的有点失误 不应该是射中上边 对打到上边了 但是这个因为你没有头 所以肯定没有留下来印 这个咱只能通过高速去看一下 对 走 虽然王楠这一箭没有射中猪肉 甚至连假人都没有击中 但射中草垫的冰头却插在了里面 看来冰箭头的硬度还是很强的 第一个冰箭射冰后 宁愿觉得王楠还是射不准 所以在次实验前 他需要王楠有足够的准确度 否则辛苦制作的冰箭就会全部白白浪费掉 这一天的实验也就有可能因此而暂停 再试两边吧 咱啊把这个上面给它做一个什么东西 磨你这个冰冰头 对 它的重量跟刚才不一样 对啊 咱先把那个冰头 因为只有五支冰箭 所以宁愿决定找一些可以与冰箭头重量相等的物品 代替箭头 确保每支箭都可以发挥实验的作用 打在靶上 所以为了让王楠练习适应冰箭的重量 他找来了火腿肠和香瓜做成箭头 且重量与冰箭头几乎相同 差不多了吧 咱先试试吧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咱试试 我觉得这件就够了 但是一看你大小 你坐着就有个儿拉着有小 这样 咱先试从小的试 先来这个 你能看下那个把子吗 不是 车 来 来 再给我一个 为了完成用冰箭代替高空坠冰的实验 试射了许多次 但王楠还是射不准 冰箭有限 为了保证实验继续进行 他只好请来了自己的教练孙小倩帮忙 有了专业射箭教练的帮忙 宁元总算不再担心射箭的精准性了 而为了让教练适应冰箭的重量 他们还是决定 先用香肠和香瓜做箭头的箭 让教练进行热身练习 再来一件 打针 对 对 再来一件 等会儿 等会儿 这个你做的毛病 看来箭头在增加重量以后 并不好把握 平时射箭技术很棒的教练 因为拉弓手感的变化 也会影响重磅的准确度 没射中 走 重磅 好好好 熟悉了冰箭的重量 找到了射箭的手感 孙教练的准确率 恢复到了正常水平 那么接下来 用冰箭模拟高空坠冰6次的实验 终于可以进行了 究竟冰6次 以每秒38米的速度 从24层楼高的73米高空坠落 会对甲人产生怎样的伤害 第一支试射冰箭 孙教练并没有如预期想的那样射中猪肉 而冰箭有限 为了能够完成冰箭模拟 24层楼高空坠落冰6次的实验 验证者们只好让孙教练与甲人间缩短距离 什么事啊 冰箭模拟了 要我们近点近点再来一天 对 来 是要对这边走走走 坐坐坐 来吧 好 来 坐 好好好 打这儿了 有皮肉伤 肯定是有皮肉伤 但是没没进去 但是没有进去 通过高速摄影头来看 冰6次在接触猪肉皮的一瞬间 猪皮发生了巨大的形变 虽然没有穿透 也并没有丝毫破损 但猪皮的硬度比人的皮肤硬度高得多 这个实验结果已经足以让我们看到高空坠冰对人的危害了 可以想象超高层建筑上坠落的冰6次 如果砸到人体的头部肩部等不同部位 都会产生很大的冲击力 会对人体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 本次实验 冰箭模拟的冰6次重量也只有大约13克 并且每秒38米的速度 模拟的仅仅是冰从24层楼 约73米的高空落下 通过实验 验证者们对它所造成的伤害有了直观的感受 而现实生活中 从天而降的冰并不只是悬挂在建筑物的冰6次 还有一种不能忽视的高空坠冰 那就是冰雹 2013年3月20日下午 受雷雨大风及冰雹天气影响 东莞部分镇街出现了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 及短时强降雨并出现了冰雹 根本没有任何的准备 当地车 房 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 其实冰雹形成雨 有强烈上乘气流的激雨云中 而激雨云臃肿庞大 云底高度一般约在400米至1000米 云顶很高 一般可以达到对流层顶 高度约8000米至12000米 所以冰雹下落高度 由400米至12000米不等 那么这样高度的坠冰 又会给人带来怎样的危害呢 我们的验证者希望 对这种云层高度高空落下的冰 究竟有着怎样的破坏力进行探究 而如果想要模拟这样高度的坠冰伤害 验证者们首先还需要用更高的速度 把冰发射出去才能够进行相关实验 对于做自由落体运动的物体 在下落过程中都会在某一时刻 受到的重力与空气阻力的共同作用而达到平衡 这时速度便会恒定保持不变 直到接触到地面物体停止运动 由此我们推算出 400米高空的冰雹在下落时 速度约为每秒88米 也就相当于约每小时319千米的速度 类似于今天高铁的奔驰速度 而一般人跳伞 在不开伞时下落达到恒定状态时 速度为每小时198千米 9毫米手枪子弹发射速度 为每小时161千米 这些速度都远达不到冰雹 从400米高空坠落的速度 使用弓箭就更不可能模拟出 冰雹坠落的速度了 那验证者又该想什么样的方法 能够使次制冰雹达到更高的速度 模拟出400米高空坠落的 冰雹的恒定速度呢 宁元想到了一个动手制作 高速发射器的方法 于是他来到了五金市场 进行材料挑选 宁元打算自制一个空气泡 来发射自制冰雹 希望能够模拟出 更高的冰雹坠落速度来 在宁元正在购买 制作空气泡的材料的同时 另一边王楠也在中国科技馆 找到了一块满足宁元要求的空地 这一次模拟400米高空 坠冰雹的威力实验 将在这里进行 咱俩就一起等宁元来吧 小店您让我准备东西 我给你准备齐了 你那个特殊道具呢 这是什么呀 这是材料 咱呀现做 现做 那我先把它给请来就 把这先放下去 哎呀 看这都是新鲜玩意儿 这个我买的是专门成压的管子 成水压的管子 有这个壁度厚的 嗯 非常的厚 咱们现在做一个泡 哦我知道了 我知道你说这东西了 但是这个管子呢 对工艺比较特殊 咱们需要拿这种材料 给它焊起来 空气泡是宁元此次想到的 高速发射装置 在现实生活中 主要应用于 经理粮仓污垢 或管道堵塞等 而利用空气产生的推力 来发射自制冰雹 则是最大限度提升速度 且又不会伤害自制冰雹的最佳方法 在制作空气泡时 一般人们会选择较大的规格 然后通过调节空气压力 来控制空气泡的冲击力 这样它的发射速度 就在人的控制范围内 往里面输入的空气越多 压力越大 发射物也就可以因此达到 更快的速度 验证者用这样的装置 能使自制冰雹 模拟出400米以上 高空冰雹的坠落速度吗 走 慢点 空气泡主要是由进气口 枪式 阀门和出气口组成 通过空气压缩机 将空气源源不断地输入到枪式内 通过设置在枪式上的气压表 验证者可以随时观测 枪式中的气压 一旦气压达到需要的数值 打开房门的瞬间 压缩空气从炮口喷出 产生极大的推力 将大冰雹发射出去 由于大冰雹的底部 并不是贴合于炮口的圆形 造成了房门打开的时候 空气极易从大冰雹的两侧泄漏 这样就大大降低了 对大冰雹的推力 并且对前行的大冰雹 也会产生瞬间的挤压 导致许多大冰雹在炮管内部 就已经粉碎了 所以解决方案是 验证者直接找来 相对可塑性较强的土豆 放在大冰雹的后面 这样房门打开的时候 空气先推动土豆 土豆又推动大冰雹 力量就不会浪费了 空气泡制作完毕 在完成模拟400米高空 坠冰雹的破坏力实验之前 宁元和王楠打算先试一试 以确认在制作过程中 各个承接管连接处有没有疏漏 保证模拟高空坠冰的实验 可以顺利进行 这个空气泡的精准度会怎样呢 用它发射自制冰雹 会准确地与实验夹人发生碰撞吗 他们打算先使用土豆对西瓜 进行一个射击精准性的测试 五六五七 好三二一 前面躲开 哇 骗我一身 哇 真的叫 从高速摄像机来看 土豆被打出后 垂直被发射到了西瓜正中心 西瓜瞬间被打爆 而经过测量 空气泡发射土豆的速度 为每秒194米 相当于物体从2000米的高空落下 正好在冰雹形成的 积云高度范围内 所以空气泡作为发射器 确实可以模拟出 高空中落下的冰雹的恒定速度 那么究竟这2000米高空坠下的冰雹 会给人带来怎样的伤害呢 验证者们继续实验 为了让空气泡发射精准 验证者们用桌子作为平台 把空气泡架高固定好 炮口瞄准驾人 他们想再发射土豆 来确认一下精准度 实验还没有开始 新的问题出现了 不期而遇的大风 给验证者们带来了麻烦 空旷的场地 虽然保证了实验的安全范围 却也受到大风的影响 如果在实验过程中 空气泡发射受到了风的影响 就很有可能会出现打偏的现象 精准度无法保证 实验将无法正常进行 没有办法 验证者只能等待风停 或者风小一些之后 再继续进行实验 准备干净 准备加压 风终于停了 使用空气泡模拟 两千米高空的冰雹 坠落破坏力实验 接着进行 好 那准备灌签 准备 开始 行 差不多 那是0.3 0.3左右 关了吧 甭了啊 好 3 2 1 打哪儿了 没看见啊 正好凶上 我没看见啊 我真没看见啊 在这儿 这边 啊 看见啊 在用发射土豆的办法 确定好击中假人的位置后 验证者们马上趁热打铁 准备发射自制的冰雹 进行模拟 两千米高空坠冰雹的 空气泡转换实验 验证者们用冻好的冰 做成适合泡筒大小的样子 并用土豆作为冰拖 放入泡管 这是为了使泡管内更加密闭 保证管的压力不泄漏 确保自制冰雹 可以得到最大的推力 好 好了 这边 好 准备赶紧 准备加压 好 0.6 3 2 1 我的天 1 打中的是这儿 是吗 对 因为你看这块铁 你看 全部都裂了 整个胸膛整个开了 咱那冰的 咱那冰的 冰在里头呢 在里头吗 冰真的在里头呢 看一下 还真是 来看看 在里头呢 通过实验 我们可以看到 冰在冲出泡管的一瞬间 开始旋转 当冰打到假人身体时 立刻穿到假人身体 使假人的胸前出现了一个大洞 冰整个碎在了假人体内 验证者们虽然看到了实验结果 但本次实验使用的假人是塑料之地 所以验证者宁元和王楠还是决定 用猪肉模仿人体组织 再进行一次实验 看看2000米高空落下的大壳冰炮 其威力究竟会让皮肉受到怎样的伤害 虽然发射出去的冰打在了假人胸前的肉上 一眼望去 似乎肉并没有任何损伤 难道真的如同有人所说 高空坠冰如果体积不够大 就没有任何杀伤力吗 冰子已经瞬间就碎 就打成粉末了 通过高速摄影我们发现 冰接触猪肉的一瞬间 虽然猪皮没有发生任何破损 但整个猪肉已经发生了严重形变 随着冰对肉的攻击 肉已经凹陷下去 如果这是真人 不仅会受到皮肉损 做一个紧筛子 给这装一个筛子 让它直接能够卡在这个位置 我有一块脱鞋 为了解决大哥的冰雹 在用空气泡触下发射时 出现了滑落问题 验证者们利用橡胶垫 制作了防止其掉落的冰拖 这样一来 橡胶冰拖既可以起到 之前实验中土豆的密闭作用 又可以很好地把冰放置在泡管内 而不至于滑落 我们面对突如其来的冰雹 经常会选择在一些防岩下躲避 而有的防岩则是玻璃质地 而冰的一般硬度远低于玻璃 那么玻璃能够帮助我们 抵挡住意外的高空坠冰吗 来 我们做实验的这一块 这个 差一点 然后 老男 准备好啊 我觉得啊 这玻璃一会儿这东西打在上面 冰打在上面 这药是碎了的话 这玻璃会飞溅 我等会儿要准备一个防护 准备一个防护盾 为了防止模拟坠落的冰 伤及实验区域内的工作人员 王楠找来两个武警防护盾牌 保证安全 5 4 3 2 5 4 3 2 1 2 2 3 2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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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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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7 8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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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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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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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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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刻间变成了两半 看来在有瓦片的自行车棚内 躲避高空对冰 也不是安全的做法 很多人认为天降冰雹和雷雨大风一样 出门用伞就可以正常行走了 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这一次宁元特地选择了一个个头不大的自制冰雹 进行模拟2000米高空坠落大壳冰雹的实验 我们应该更远应该 三 二 一 通过雨伞的破坏实验 我们看到面对大壳的冰雹 伞显得毫无抵抗力 在两几米高空落下的大壳冰雹面前 伞一瞬间就被砸穿 丝毫没有起到任何阻挡作用 看来伞完全无法帮助我们 抵挡大壳的冰雹来袭 真的遇到冰雹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第一反应是 打着伞搞快跑 打伞 对 赶紧跑 找一个能掩体的地方掩下来 对 伞是没用的 伞是一点用没有的 你看 我刚才不管你说 我刚才在上面 本来有一根这么长的冰锥 我专门换了 换成一根这么短的 很小的一个冰锥 你看这冰锥子 到伞上一点缓冲都没有 你直接就进去了 嗯 你想 你看小念 咱们平常喝的水滚眠眠的 经过这低温处理以后 就变得这么硬 这么危险 这盆拿着是吗 这安全帽 你别拿走他干嘛呀 接下来 验证者们将分别对普通安全帽和消防安全帽 进行两千米的高空坠兵实验 那么这两种安全帽能防住高空坠兵吗 三二一 通过实验我们发现 普通安全帽在高空坠兵的攻击下 虽然出现了凹痕 但并没有出现破损和裂痕 而高空坠兵对于消防安全头盔的坚硬外壳材料 丝毫没有一点影响 本期节目我们验证的冰六子冰雹这样的高层坠兵 给人们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危害 用徒手 射箭和空气炮分别模拟了八米 七十三米 和两千米高空坠下的冰对人和物的伤害 实验结果告诉我们 只要是头上有悬兵 无论大小 高度和体积 一定要尽量及时清除 防止其坠落伤人 遇到被大个冰雹击中的几率虽然小 但是当他们与你不期而遇时 请尽量进屋内躲避 为了自身安全 一定要当心高空坠兵